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远方的家事旅组在东营拍摄期间 曾跟随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徐景新 一起乘船感受黄河口海岸独特的魅力 我们的船现在行驶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 徐老师 在我们身后能够看到黄色的黄河水 和碧蓝的渤海相交的一个分界线 特别的明显 很壮观 是 因为我以前也看过 去年从空中也看过 今天再一次看到这种黄烂分界 还是感到非常浮动 这才是很难得看到的现象 因为黄河它迷上海面比较高 它这种浑浑的黄河水和蔚蓝的海水 会在一块它自然会形成这样一个 很漂亮的分界线 浑浊的黄河水缓缓注入蔚蓝的渤海 一黄一蓝两种颜色并不会马上融合 海面变成巨大的调色板 形成边界清晰的两大色块 在阳光下 黄河水用从遥远的黄土高原 带来的质朴颜色 映尘的海水更加蔚蓝通透 虽然因为风浪的扰动 这条色彩的交会线呈弯曲的曲齿状 但依然清晰地向着远方绵延数十公里 黄河河口呈现出如此壮丽的色彩之美 在中国沿海的其他河口很难见到 这是东营所处海岸线所独有的景观 而且今天天气很好 天很蓝 所以映照在海面上 颜色对比更加地鲜明了 但是我有个点很好奇 它这个分界线其实是非常清晰的 为什么会形成这么清晰的分界线呢 是这样 因为海水和黄河水的比资不一样 这样的话 它们汇合的时候 如果是黄河水 它含山量不是太高的时候 那么它的比资就比海水要小 这个时候海水它就形成 存在了下面 存在下面 而且是像木靴子似的打在下面 就成为碾水鞋 这样的话形成一个界面以后 它就特别稳定 它这种沿水鞋 也可以和我们天气宝当中的 冷空气 暖空气 相遇的时候 形成的封面 来类别 黄蓝交汇 经纬分明的景观 也受到黄河水量 寒沙量 以及渤海潮汐等因素的制约 能欣赏到它并不容易 只有在黄河汛汐水量增加 寒沙量增大的情况下才会出现 如果再碰上涨潮 潮涌与河水形成迎面对抗的态势 两种颜色的边界就更加清晰 黄蓝交汇就更为壮观 所以它形成一个封面 薛老师 其实在这个位置又有一个很神奇的颜色 发生了变化 在黄色的河水和蓝色的海水中间 又出现了一个过渡带 是淡黄色浅黄色的 是 昏水就要沿着河岸 向两侧扩散 在扩散的时候 它就不断会蓝色的海水发生交换 它的颜色就会越来越大 所以就会出现 从黄到蓝之间的各种各样的过渡色 这就更漂亮了 航船划破黄色的水面 透出了海水的蓝色 说明此时黄河水漂浮在海水之上 但这并非一成不变 因为黄河水的寒沙量也是浮动变化的 寒沙量一旦超过21公斤每立方米 黄河水的密度就会大于海水 从而形成泥沙歇 斜插入海水的下方 变成海水在上 河水在下 现在的寒沙量大概有多少呢 我估计应该低于每立方米 10公斤 那如果寒沙量高的情况 能够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数据呢 根据海洋所他们以前的观测 曾经达到过每立方米160亿公斤 那就是标准的泥沙一旦流 黄河裹挟着大量泥沙入海 除了带来壮观的景象 更重要的是造陆 渤海是内海 潮汐和海浪的力量都较弱 黄河的沉积作用 远超海洋的侵蚀作用 所以就会在河口形成三角洲 设置组从东营上岸 来到黄河岸边 因为河口周围 都是泥泥的沼泽滩土 我们已经无法继续前进 从这儿到真正的入海 口还有数个东西 你看从远处陆地 它从右岸 一会我们左边延伸 我们左边还稍微拐了点 然后再到海 其实我们现在 已经能够看到的 水天相界的地方 是有一段陆地的 其实那个相当于 是黄河的右岸 黄河在这里拐了一个弯 拐了一个弯 因为黄河口区域非常广阔 所以只有在空中 远距离俯瞰 才能欣赏到它的全貌 黄河奔流五千多公里 就在这里汇入渤海 形成一片又一片三角洲 沧海变成三田 其实东营市一多半的土地 都是最近的160多年间 黄河泥沙沉积所形成 许研究员拿出了一张 这个时期黄河河道的 扁迁图 看起来比较杂乱 但它实际上比较有规律 就是每一条河道 它都对应一个小的三角洲 它这样来回头摆动 它的关系 它是互相跌制的 一个重重跌跌的关系 然后过了几十年 它又向下移动 这个顶面移动在 又在这形成了一套 重重跌跌的飞起河道 对应一个大的三角洲 或者叫亚三角洲 许研究员又向我们展示了一张 黄河三角洲发育模式图 从这张图上能清晰地感受到 黄河三角洲生长的过程 平均每七年 黄河就会形成一个小三角洲 然后河道就会发生摆动 形成新的小三角洲 这样经过五十年左右的周期 这些小三角洲 互相叠加组成了大三角洲 这时河道就会往海洋的方向推进 在一个新的原点 开启下一轮五十年的造陆进程 许研究员还借用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 把黄河三角洲比作西兰化的说法 来给我们进一步解释 为此他专门带来了一颗西兰化 我们看一下 这个其实跟三角洲 它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看呢 我们按照这个范围来看 那么每一个二三角洲 就相当于西兰化的一个分子 来看一下 你看这相当于第二个亚三角洲 然后又形成下一个亚三角洲 还要不断地这样发展下去 又形成这样一个亚三角洲 一个亚三角洲 是由几个小三角洲构成的 这个西兰化的尾茨 你看这是一个大支 就是一个亚三角洲 这就是最先的这个名字 这就是一个小三角洲 然后不同的亚三角洲 形成一个西兰化的整体 就是把每一个西兰化掰开 它其实都是一个完整的 一个三角洲的形状 对 你看它 你看 一直以来 黄河三角洲就像西兰化一样 迅速地生长着 黄河河口向海洋延伸的 多年平均速率 为四百三十米每年 是长降了十倍 说黄河是一座超级造地机器 毫不为过 十万年前 黄河出河南三门峡一带 就已经入海 所以华北平原就是历史上 黄河造就的最大的 河口三角洲 沧海桑田 黄河把黄土 层层叠叠叠堆积起来 给中华民族搭起一个生存的大舞台 而对于东营来说 给它们带来的 还有今天的这一片 不断生长的黄河三角洲 这一道独特的海岸线 东营是濒临渤海 海岸线长四百一十三公里 以黄河入海口为界 东部是莱州湾 北部是渤海湾 在莱州湾吸引我们目光的 是一望无际的红海滩 东营有着四百一十三公里的海岸线 长长的海地外是广阔的海滩 而如果说到海滩的颜色 大家会想到什么 白色的 金色的 再不是就是灰色的 褐色的 看看我们来到这一片海滩 连片的红色 而这满眼的红色 是由一株株小草组成的 它的出现是因为 在东营当地 2020年初启动了 渤海综合治理攻坚站 当地的海洋和渔业部门 共治理了1862公顷的海岸 我们先来到这个地方 就包含在其中 在我们生活当中 红色的海滩 包括红色的小草 其实并不常见 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一次我们就一起走进这里 了解一下 我们眼前这片红海滩 是2020年开始实施的 渤海综合治理攻坚站的成果 2018年11月 中国颁布了 渤海综合治理攻坚站 行动计划 计划通过三年 治理改善渤海的生态环境 而东营市是此次 行动计划中的重点城市 2019年 东营市分三个项目实施 总长度26公里 面积1862公顷 这片红海滩就是其中之一 小岛河北侧 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恢复项目 面积396公顷 您稍微扶我一下 这个脚印有点深了 这个刚走进来不远 就是感觉一脚还能踩挺深的 看这个脚印 比如说我这样踩一下 大概也有个五六厘米 那么深的脚印子 往里面走会不会陷下去 不会陷下去 它这种泥都是表层的一层 泥就是黄河调水调沙的时候 那沉淀下来的泥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些泥沙 也是黄河水带到这个入海口 然后再冲到这个海岸上 对 还真是不太一样 我们走过来看一下 就它的这些海滩上的泥 别的海滩都是发灰 有点黑的那种泥 对 这个发黄 这就是发黄的 对对对 这是和黄河口 这个独特的地理位置 是有关系的 对对 这里的海滩的泥沙是黄色的 不得不说和我的家乡 我是在黄河边长大的 当地的这个泥 还是有点像的 碧玉印是东宁人 据他回忆 三十多年前 这片海滩自然生长着赤简棚 后来被改造成海产养殖池塘 赤简棚遭到破坏 逐渐消失 海水稻钦 加剧了土壤的严减度 同时破坏了 动植物的生存环境 根据渤海综合治理 攻坚战行动计划 2019年底 东宁市青腿养殖池塘 平整土地 疏通潮沟 人工拨洒了 二十多万公斤的赤简棚种子 我们蹲下看一下赤简棚 对 它就是红色的吗 它春天的时候 发芽的时候是绿色的 然后逐渐海水的 吸收海水的盐度越来越高 它到了八九月份 就变得很红很红的 现在还不是最红的时候 不少的赤简棚 还是透着一点点绿色的 对 身边的这些都还是有 包括这个下面的 其实没有完全红 有一点点的发绿的 这个就很明显了 对对对 这个就 所以它发芽的时候 是这种嫩绿的颜色 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叶子 捏起来有点像 那个多肉的叶片 它是感觉水分很饱满的那样的 它直接就吸收 这个海水里的盐分 这种赤简棚这种盐生植物 它就通过吸收盐分 和这个海水的养分 这种特殊的这种植物 反正就是适合在海滩上生长 赤简棚寻名 盈利简棚 它的吸盐能力极高 在盐浓度范围 1%至3.5%的环境内 可正常生长 极端条件下 可在盐浓度高达 10%的恶劣环境下生存 赤简棚棚吸收海水里的盐分和营养 代价是叶绿素被破坏 红色的花青素显现出来 因而从绿色转变为红色 在盐地土壤种植赤简棚 可以改善土壤肥度 利于自然生态环境的恢复 简棚长多高 底下的根就能扎多高 你看它 这样就可以拿起来了 对对对 你看它的根系多发达 然后它这种毛细 毛细这个根 然后固定在这个海滩上 这起个固滩的作用 防这个风啊 防风暴潮 它这个根非常细 非常细 像那种很细的虚状的 你看它的根很那个 很多就是这种 根周边的这些 能影响土壤的成分 这些微生物 影响土壤的成分 它就是能改良土壤 所以这一株植物 它是可以吸收海水的盐分的 对对对对 这有它对的比较好的盐 泥掉了 正好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根 这个根系确实挺发达的 非常细非常密的 虚状的这种根 赤简棚分布于欧洲及亚洲 在中国沿海地区 陕西北部 青海 新疆等地的盐检土地上 有大量分布 赤简棚的长度在15到20厘米左右 它不仅可以修复土壤飞度 在淡水里生长的赤简棚 还是东营的一道美食 我们当地就是包括这个 这个餐桌上也有 就吃的那种 就是陆地上的那种绿色的 它不会变红 它就是淡水那种 都是一直到最后成熟的时候 都是 当地还吃这个简棚 对 现在当地很有名的一道菜 叫龙去菜 你们不吃这个 这个盐度太高了 那既然能吃 我来尝一下这个叶子吧 我掰开先看一下 它的叶子有点像芦荟 像多肉的那个 很咸吧 很咸 真的是 喝盐差不多 喝了一口海水 但是不腥 对 不腥 一株咸咸的小草 很有特色 经过两年多的渤海综合治理 东营市的赤简棚修复面积 有1705公顷 逐步恢复了沿海 红潭湿地景观 土壤 水质得到改善 一些海洋生物 重新在这里 找到了栖息场所 我特别想问一下 您看到这样美景的感受 我们之前没见过 觉得很新鲜 但是您小时候看到的 赤简棚海滩很漂亮 然后之后看不到了 现在又出现了 是什么心情 我这 我一下子又回到 30年前那种 那种到海边来看的 那种情况来 就是满处都是红色的 这个简棚 而且您还参与到其中 是不是和别人的感受 还有些不一样 我感觉很自豪 渤海之滨 有着独特的贝壳第一海岸线 在阴台 登彭来仙阁 赏人间仙境 登州海市的名字以来 这个地方 一直是中国出现 海市最多的地方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大好河山 齐鲁大地 海滨风光 正在播出 在宾州海岸线最西端 有着中国唯一一个 以贝壳低岛 与湿地系统为保护对象的保护区 宾州贝壳低岛 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是以贝壳低岛 湿地生态系统为保护对象的 海洋自然遗迹来自然保护区 汪子岛和它两侧的 大口河宝贝壳岛 老沙投保贝壳岛 等一系列贝壳纸沙岛 构成保护区的核心区 其实来到这贝壳低 感觉还是很壮观的 它的规模有多大 它从西北向东南方向 绵延有将近十公里吧 十公里的距离 西北端一直到河北省和山东省 就是记录两省的介河大口河 它的东南端 一直到马甲河口的西岸 那在这里我们看到的这些贝壳 都有哪些种类 这是中国蛤蜊 那么这个叫毛涵 看这个 这个毛涵上面长满了藤螺 藤壶 这个藤壶就是非常讨厌的 军舰为什么定期要回到船窝 要重新刷漆 清洗船的外壳 就已经长满了藤壶 在滨州贝壳堤 我们仿佛置身于一个 天然的贝壳博物馆 十余公里的贝壳堤海滩上 除了四角隔离 清阁 纹阁 毛涵等双翘类贝壳 还有仓朵 笋螺 枝纹螺 和红螺等 富足的贝壳 您现在拿的这是什么 这是纹葛 纹葛 其他大多数看到的这个贝壳呢 都会比较小一点 这种纹葛是 个头会比较大一点 对 纹葛 这还是中等的 大的这个 长度差不多有15厘米 就是有这么大 这就是半个世纪之前 现在大概 六七十岁以上的人 都知道小时候 那个擦脸油叫 隔了油 为什么叫隔了油呢 因为它搁在隔了里 这个两个窍 扣上之后 颜色合缝 保护得非常好 王洪研究员 从事地质调查工作50年 其中有近40年的时间 是与他所在的 天津地质调查中心海岸带 与第四级地质室的同事们 一起开展 渤海湾贝壳调查研究 王老师介绍 在渤海湾西岸和西南岸 贝壳从山东省宾州市北部 向西北 经过河北省苍州市东部 一直向北延伸到天津市区 这是海河 这是静运河 朝白新河 我们把海河作为一个天然的界线 海河以南 你知道今天咱们在红圈的 宾州帮子岛北较地 这一部分叫北较地平原 那么这个红线就是北较地 粉红色的一道一道 你看最老的这道 是多少年之前 距今六千七百年到五千三百 五千五百三十年 五千五百三十年 渤海湾西岸和西南岸 这五至六道贝壳地 与现代渤海湾海岸线 大致呈同性原分布 构成了距今六七千年以来的 不同的古海岸线 最老的一道 分布于距现代海岸线 于五十公里的内渡平原上 它们是渤海湾沧海 并桑田的历史见证 文博士 你们现在在做什么工作 我们主要是看这个贝壳地的厚度 现在已经挖到底了吗 现在已经见到这个泥底了 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 很明显的分层 上层就可以看到 是有很多的贝壳的碎屑 往下面就是这种淤泥了 这的厚度是很薄的 大概也就是不到十厘米的样子 因为主要它这个是已经靠近 这个泥子滩面的这个交界的位置了 就是因为海水退去了之后 这其实就是一个滩涂地了 不是在这个岸边的位置 对对对 另外一个它这个 本身它这个贝壳堤堆积的过程 它是一个动态的 一个变化的过程 它并不是说是 持续的加高的一个过程 泥滞海岸 贝类丰富 海水侵蚀的潮滩 是贝壳堤形成的主要原因 波浪潮水将海里的泥沙和贝壳 不断向岸边搬运 最终沿着海边堆积成 笼撞凸起的海堤 王老师您现在是在记录 今天的一个考察的数据 对 我看这是做了一个 贝壳堤的图是吗 对 贝壳堤的图 从您这个泡面图 能够看出来这个 贝壳堤的厚度的变化是吗 对 在这边看到的是65厘米 对 然后靠近我们现在的位置呢 刚才文博士做了一个泡面 厚度只有十厘米了 它就是从岸边越靠近海洋 这个厚度越薄的 越薄 对 那么如果从头说起呢 在2019年8月13号 立系码台风的时候呢 背下碎线一直到这了 大概是一米多的位置是吗 对 一直到这 到棧桥的这个底面了 今天我们量呢 已经少了92厘米 实际上在一年多之前呢 少得更多 这个表面是在这 少得差不多120厘米 就这一年的时间 它的厚度还是增加了 对 增加了一二十厘米 非常丰富的 王老师介绍 渤海湾沿岸贝壳堤虽多 但是宾州贝壳堤 作为唯一一处保存完好 新老堤并存 而且还在发育的贝壳堤 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 它对于研究黄河流露变迁 岸险及海平面变化 都有着重要的科研价值 所以他们在最近的二十多年时间 一直在持续不间断地进行调查监测 从高空俯瞰 这段贝壳制海岸线宛如新月 镶嵌在浦海湾的西南岸边 山东三千多公里的大陆海岸线上 这段贝壳堤岸线格外珍贵 在烟台 登彭来仙格 赏人间仙境 登州海市的名字以来 这个地方已是中国出现海市最多的地方 微海成山头 山东大陆海岸线最东端 设置组在这里迎接海上的第一缕阳光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大好河山 骑鲁大地 海滨风光 正在播出 微海是一座被大海浸润滋养的城市 明朝时这里就开始设立海防卫缩 微海位取微镇海江之一 占据山东省总长三分之一的海岸线 将这座海滨小镇环抱 也赋予了微海独有的气候特点 由于濒临黄海 受海洋的调节作用 微海具有雨水充沛 风大雾多等海洋性气候特征 这里一年四季的风景都充满惊喜 尤其是六月至八月的夏季 沿海自然舒爽的新鲜空气 独有的二十五摄氏度不潮湿的清凉 让这里成为著名的避暑圣地 来到微海一定不能错过黄海的日出 凌晨四点 我们赶往位于城山头的日出观测点 夏日的微海经常有浓雾笼罩 想要看到清晰的日出并不容易 但是我们的航拍戏穿过云雾 捕捉到了一次特别的海上日出 天边的朝霞由灰暗变得红润 请客间点亮的东方 烟波浩渺的云海绚丽斑斓 向下俯视 山峰与大海时饮时见 远出海面上航行的船只滑开浓雾 眼前的一切如同云上仙境 今天黄海的日出 是不是很特别 给人一种在云海看日出的感觉 这个季节的海面上 雾气非常的重 我们已经分不清 到底哪里是海 哪里是天 但是透过雾气 我们依稀地能够看到太阳的轮廓 现在这一轮出生的太阳 已经冲破云霄 眼前的一切被染成了金黄 而在西边的天空上 还挂着一轮明月 这个时候可以看到 日月同辉的景象 城山头位于交东半岛的最东端 这里是中国大陆海岸线 最早能够看到日出的地方 微海这座城市 三面环海 海岸线全长985.9公里 并且这里的暗线曲折 甲湾相间 可以说微海是一座 被大海眷顾的城市 伴随着清晨 海岸线第一缕阳光 我们的行程就从这里开始 浓雾随着日出渐渐散去 城山头的全貌 也出现在我们面前 城山头又被称为天尽头 相传秦始皇 曾两次驾临此地 拜祭日神 便求长生不老之药 眼前群风苍翠连绵 牙下巨浪飞雪 气势恢弘 因为常年经受大风大浪 和风暴潮的冲击 最大浪高达7米以上 这片海域也是中国研究 海洋气象的宝贵科研基地 有关部门在城山头上 专门设立了气象观测站 这个是咱测温湿度的百叶箱 一气放在这百叶箱里边 测它的就是一个 比较稳定的环境 一个温度和湿度 像城山头这个位置 在山东半岛的最东端 基本上代表 海上的一些气象的特征和要素 像城山头站的话 是海上大风的指标站 这个雾吧 海上大雾 一般的就对海上航行 渔船作业影影响很大 城山头有雾 基本上就代表海上就有雾了 基本上就像是指标站吧 微海整体属于 北温的海气风型大陆气候 夏季因为海水昼夜温差大 夜间极易起雾 本地最为特殊的气象 就是海雾和过山雾 城山头的大雾天 最多一年累计达到四个月的时间 除了日常的地面数据监测 每天的北京时间7点15和19点15 气象展的工作人员 都要准时放飞高空探测气球 现在距离放球的时间 还有差不多半个小时 就要过来做这个准备工作了 来冲气球 像这个冲气房怎么看着这么简易 这是咱们的临时的冲气房 因为原型的冲气房在升级改造 咱们的气球是365天 每天两次 一次都不能少 这是气球吗 对 这是一个橡胶的乳胶气球 其实摸起来的这个手感 和我们平常玩的这种气球 有点像 但是它是飞向这个高空的 应该是更具备韧性和延展性 对 这是一个冲气口 对 这是一个冲球平衡器 冲球的量的话 都有一定的要求 要冲多少 一般的话就是3300克左右 高空探测是目前人类了解大自然 和天气变化的主要途径 轻气球全部充满需要20分钟 在上升3万米高空的时候 还要带上一个重要仪器 探空仪 我可以拿下来看一下吗 可以可以 很轻啊 好像是这种泡沫的质感 对 里面就一个泄露板 这个是传散器 像这个探空仪能够监测一些什么样的数据 温度 湿度 还有气压 这个东西是测量温度的 这小雨帽下面就可以测量湿度 气压是放在里面有一个 水流板的气压盒 是测量气压的 这是有像花车的贴线 那它随着这个气球飞向高空之后 这个数据是可以实时地传送的吗 是 从雷达那儿传到 这个计算机里面计算 在远处看到的 那就是雷达 对 雷达 对对 全国124个探空站 都是同一的放飞时间 北京时间7点15分 在上升过程中 探空气球所处位置的 温度 湿度 气压 以及风速等都在不断变化 每隔0.8秒 探空气球就能将一组 气象要素数据 反馈给地面接收雷达 全球共有上千个 高空气象观测站 成山头的部分气象数据 都是全球共享 工作人员们日复一日 昼夜不停地 重复着这项工作 就是为了收集到 最准确的气象数据 现在气球升空 已经差不多四十分钟的时间了 飞到多高了 将近一万五了 那像刚才我们放飞这个气球 它最高能飞到多高的高度 最高的话 咱这个气球 750个气球 一般到三万一二 是最高了就是 在这个屏幕上面 看到了有几个 不同颜色的线条 这是代表着什么 这个红色的 这是温度 这个蓝色的是气压 这个绿色的 是罐比较多的 这是十度 随着高度上升 气压越来越低 碳空气球不断膨胀 直至爆炸 整个过程持续 大概70到80分钟的时间 每天 124个高空站 所收集到的数据 都要统一上传给 中国气象局信息中心 像我们高空探测 它收集的是 高空每个高度的 它是气象资料 然后全国120路过站 把所有数据 汇集到一个天体图上 对那个气象预报 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其实我们现在 听到的这个天体预报 越来越精准 其实是离不开 这个高空探测气球的 一个知识的 它就像是 在空中的一个听诊器 从低空到高空 逐层的扫描 传输回来这些数据 再经过一个分析和处理 就能够推算出 我们所听到的天体预报 蓬莱风光无限好 我们刚才在市区里面的时候 还是比较晴朗的 结果现在到了海边以后 已经快接近正午了 雾气却大了起来 这个山不再高 有先则明 到了蓬莱阁 没有想到海雾上来了 其实也就是在雾气当中 来观赏这个蓬莱阁 是很有意境的一件事情 这个蓬莱阁能看到 它是建在一个绝壁之上的 蓬莱阁的山是红色的 所以叫丹雅山 那么丹雅山它的北面 全部是悬崖峭壁 蓬莱阁就是建在悬崖峭壁之上 而且探出六米多 那么建在悬崖峭壁上的 千年的古建筑 在我国的南方和北方的 海岸线上都是极为少见 它的后边探出以后 你往下一看 下边是悬崖 鸟从悬崖上飞来 那么加上海雾缭绕 确实有仙境之感 山巅微楼已蓬莱 水阔风长此快灾 我们到来时 蓬莱阁正在进行整修 从空中俯瞰丹崖山 蓬莱阁的地势一目了然 云雾缭绕间 宛若一座云中仙阁 蓬莱阁近于宋加油六年 即公元1061年 至今已经有近千年的历续 丹崖仙境 到这儿是不是就到了 丹崖仙境呢 就是蓬莱阁的入山的山门 那么后边呢 就是天后宫的显明门 丹崖仙境呢 就要进 过了丹崖仙境牌坊 就要进入蓬莱阁 所以蓬莱阁 是不是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范围 它不是特别的大 对 蓬莱阁呢并不大 有六个建筑群 我们刚才一路上过来的时候 感觉路上特别的凉爽 很舒适 完全没有那种酷暑盛夏的感觉 到这儿呢 你必须停一下 为什么呢 蓬莱当地呢 有一个说法 你要进入仙境 需要您呢 一步跨过去 跨过这个门牌坊 对 两步不行吗 一步进入仙境 两步就不行了 对 好 我来一步跨入 蓬莱阁景区 是一个古建筑群落 由三清点 旅祖殿 天后宫等多个磁庙殿堂组成 从丹崖仙境的牌坊 一路设计而上 不到五分钟 我们就来到了蓬莱阁下 它是一个两层的建筑 当时建设它是一层二层的功能 分别是什么 就是供游人游览的 当时的这个智州诸处约 在这个地方呢 是由这个龙王宫 把龙王宫搬到了西边 建好了这个蓬莱阁 所以您说在宋代的时候 建设蓬莱阁就是供游人游览 当时这就是一个旅游胜地了 没错 那个时候呢 宋祠就有蓬莱阁 说蓬莱阁蓬莱阁 朱蒙并晚 遍境辽阔 三山漫游长生药 漫漫云海风掏雾 风掏雾三山不见 木杀潮入 都是很多文人默克会在这 留下对它的歌颂 对 蓬莱阁呢 是我国古代斯大明楼 现在和御阳楼一样 是这两个地方 是没有经过现代形建 从古代穿到现代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楼的主体结构 还是原来的 960年来 它就一时在这 哇 保存得真好啊 蓬莱阁是一座二层楼阁 高15米 坐北朝南 为双层木结构建筑 站在楼下看蓬莱阁 眼前的这座楼阁 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但当我们登上二楼 站在明朗上举目远眺 无限风光尽收眼底 远处烟波浩渺的碧海 令人心晃神疑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天气啊 这边的景色有一些不同了 看远处那个地方浮起来的 一个连绵的起伏线 像不像海市蜃楼 我们刚上来的时候 以为那个就是 但其实那是 昌岛 实际上呢 真正出现海市的时候 就是那么是 昌岛向东的海面呢 出现了不停的岛子 岛子呢 在不断的变化当中 突然岛子中间 又驶来一条大船 或者岛子上边 显示出高大的建筑 不断变化当中 这就是海市 是 其实它就是云雾 然后光影 打造出来的一种现象 很奇怪 从宋朝有海市蜃楼 登州海市的名字以来 这个地方 一直是中国出现 海市最多的地方 那么1988年 出现最长的时间呢 是近五个小时 那次呢 我亲眼所见 哇 当时这是什么场景 它呢 是这半个多小时 出现一个岛子 那个地方呢 半个多小时 又出现了船 一条船 甚至两条船 山闪发亮 慢慢地船在变淡 以后就消失 真幸运 其实很多生活在蓬莱的人 可能几十年来 也难得见一次这个海市 一生当中 见到一两次海市 都是比较幸运的 蓬莱阁居高临下 是观赏海市蜃楼的绝佳场所 蓬莱 彬莱 濒临黄海和补海 地势低 水气充盈 每当春夏 以及夏秋之交 水温和气温相差较大 物体反射的光 经大气折射后 形成幻象 也就是人们所说的 海市蜃楼 奇象蝶线 飘渺南侧的景象 令人心醉神秘 难怪秦始皇 汉武帝都曾专程来此寻仙 除了海市蜃楼 八仙过海的传说 也让蓬莱阁蒙上里层 神秘的色彩 这儿就是这个 八仙过海的八仙了 剧中吕洞宾 蓝彩河 铁拐李 张国老 何仙姑 何仙姑 韩湘子 汉中梨 是 他们当时是在这边 我们都知道的 他的那个故事 在这边醉酒 为什么会来这儿 这个八仙呢 也喜欢到风景秀丽的地方 传说呢 有一天 八仙云游到蓬莱阁上 在这个地方呢 就畅怀痛饮 喝醉了酒的以后 就有的神仙提出 我们呢都是神仙 不是凡人 能不能飘扬过海 结果呢 凭着各自的宝气 踏步而去 飘扬过海 宋朝啊 出现八仙这个群体啊 有当官的 有这个曹国舅呢 是这个国舅 甚至呢 这个像也有 这个残疾人 铁官李 反映了实际上 选择了 人们向往 平等 自由 以及追求美好生活的 这种向往 在蓬莱阁景区的东北角 有一座普照楼 又叫灯塔 它始建于1868年 曾是夜间行船导航用的灯塔 由于楼体承重有限 这座灯塔从未对外开放 经过提前申请 我们登上了普照楼 我们上来的这个灯塔 是目前国内保留中国人建的最早的灯塔 这个灯塔呢 是个外来品 是西方技术的传入 中国人在山东沿海建的最早的灯塔之一呢 就蓬莱阁的灯塔保留到现在 蓬莱呢 是在山东半岛的最北端 它这个地方呢 是邓州港 是我国的四大古港之一 我们经过的蓬莱水城登州港 就是那个时代 从唐朝保留到现在 距今呢 有1300多年的历史 金莱海上升高望 不到蓬莱不是仙 人间仙景蓬莱阁 成为了我们对于蓬莱这座滨海小城的 独特技艺